我喝一下水 嗯 怎樣?來得及嗎? 還有位子嗎? 嗨,我是OPHRA 今天這個影片看的背景就知道 是一個合作影片吧 我又收到合作影片的邀約了 嗚呼 今天這個影片是跟03E 合作的 如果你是對彩妝 稍微有一些些微的涉略 或是說你對書法有一些 就是涉略的話你就知道03E是有一個 多麼火紅的牌子 03E的牌子呢我第一次使用它是我去 那個Alice的彩妝課 然後他推薦我們用一個他的刷子 然後我真的是一用到就是 驚為天人,好喜歡好想 所以就能收到他們的合作我真的是 心存感激,就是非常的開心 這樣,今天要跟他們合作的呢 就是這個 登登登登 絕對完美旅行組 裡面有五支刷子 然後這次呢我要切入的主題呢 就是跟運動有關 其實他們這次我覺得剛好他們的行銷 跟我討論也是希望以一種那種 運動的感覺或是便利的感覺來呈現 這個組合可以怎麼使用 那我這次呢就想說OK 我想一個主題我想拍非常非常久 剛好一起放進來 因為在我去健身房的就是 雖然我只做瑜伽,可是我就會先經過 健身器材區然後再去瑜伽區 我跟你說,在我心中 就去健身房有那種三種 妝容的女生 第一種呢就是完全的走錯棚 我只怕我的睫毛有沒有掉下來的那種女生 教練我來了 我哪有吃到 誰叫你不叫我 我沒有化妝啊 我幹嘛戴濃妝,我熱化一個口紅而已 小時候氣色好一點 瑜伽店 忘記帶了欸 呵呵呵 那你的借我 你的借我啊 耶我最喜歡粉紅色了 這個怎麼用 我不會用啊 每次都是你幫我用的 教練幫我用 第二種女生就是我比較常當的那種人 就是 I don't really care 我今天進去就是要 運動流汗 運動 教練我來了 對不起對不起我遲到了 我跟你說我剛剛騎機車又下雨 我狼狽的要死我根本找不到位子停車 我喝一下水 怎樣 來得及嗎還有位子嗎 第三種女生呢 就是你覺得他看起來 怎麼好像疑似是有一點打扮 但是又不會過於誇張 就是那種 我要運動我也是可以好好運動 但如果今天旁邊的教練要跟我搭訕 我也是 可以的好不好 那我今天呢 就是要用他們提供這個 絕對完美旅行組 然後來畫出第三種女生 這種就是 欸 似有若無 但是如果硬要去運動 也是可以呈現出來的這個妝容 所以如果你對這個妝容有興趣的話呢 就一起跟我看下去 然後順便聽聽看這個 絕對完美旅行組 他的刷具的特點跟優點在哪裡 還有值不值得購入 如果如果 如果你真的今天去那個健身房 你不想要超級無敵狼狽 但是你也不要 不想太戲劇的話 就是一副走進去 我就是自帶風扇的話的那種感覺的話呢 我覺得建議大家可以就是 就是上這幾個重點就好了 就是抓住這幾個重點 基本上你看起來就不會太狼狽 但是又不會讓人家覺得 怎樣化什麼妝啊 的那種感覺 好不好 首先呢就是把我們的那個 小工具給拿出來 就是這個工具呢 我覺得它帶出去 簡單到一個不行外 而且超級超級無敵的方便 重點是它的刷子完全的不馬虎 真的是刷具界的大師 真的是太棒了 那我們今天要用就是旅行組的這五個刷子 我們就是要用這五個刷子 然後來挑戰看看 我可不可以讓自己變成一個健身房 女生看不討厭 但男生看又覺得 欸長得蠻漂亮的一個妝 首先呢先讓我把我的那個小工具給立起來 好首先呢如果我自己去健身房要化妝的話 基本上我會希望我的皮膚是帶有一點點光澤感的亮肌 所以我今天呢會挑選一個 就是帶有一點微微光澤的勢底乳 妝前乳 那我在底妝之前呢先把我的亮澤度打出來 然後搭配這個超級無敵好用的底妝刷 它的這個U型啊真的是讓你什麼地方都去得了 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阻擋你 它真的是360度的無死角 用來上任何底妝產品都超級無敵的方便 這真的是我用過美妝蛋之後難得難得會非常非常愛的底妝刷 而且超級無敵舒服完全不賜服 那上完之後你就會看到你的臉上帶有微微的光澤感對不對 可是很多人又會說蛤可是我就是去了那個健身房如果大流汗 我這樣子不是看起來很糗嗎沒有關係 我自己是講究就是我在妝前打一點光澤之後呢 在我的局部需要比較多遮瑕的地方呢 點一點點粉底液 那我所謂的需要比較多遮瑕的地方呢就是我的T字部位 鼻樑下巴額頭 這一些我需要比較多遮瑕我想要把毛孔遮起來 然後我想要它比較控油的地方呢 我就會再用這個粉底液控油粉底液去加強 然後一樣呢是用我的那個剛剛的U字型的粉底刷 這個U字型它可以完全的貼合你的臉 然後要去你任何一個角落它都去得了 好當你的整個底妝的光澤感打出來 然後控油度也打出來之後呢 再來呢就是如果會有很多人說你還是很怕你的臉 看起來就是油光滿面塗石流的話呢 我就會建議啦 但自己我本身是比較不會用粉狀的東西 就是我覺得去健身的話 因為我比較強調是光澤感跟自然感 我就不會用太多粉狀的東西 但如果你今天真的是一個你臉上就是煎三顆荷包蛋都還有剩油的話呢 那你就可以挑一個你喜歡的蜜粉去做控油定妝 然後我就會用他們這個控油的蜜粉刷呢 上在我的T字部位真的是局部的上就可以了 我不會把我的光澤帶走 因為我還是希望我側邊啊額頭啊下巴有一定的光澤感 這樣看起來妝感才不會太濃 其實刷子我覺得有非常非常多種功用 這個是蜜粉刷 但是我有時候也會把它拿來上腮紅 它的毛流的長短真的讓你很符合就是你的臉型 你要用來上蜜粉刷也OK 你要用來上腮紅刷也完全完全的OK 好那這樣子呢簡單底妝就上完了 我就這樣讓人家覺得 欸你看起來好像疑似有遮但是好像又沒有遮這樣 那如果你本身是真的很害怕你的瑕疵被人家看到的話呢 你可以再稍微點一些遮瑕膏在你的重點部位 我要拿出他們的斜角刷 我覺得這個眼線刷呢不僅用來上眼線非常方便以外呢 它還可以拿來上眉粉 如果是去就是就是要運動的話我就不會用眉筆 因為我覺得眉筆有時候看起來會太銳利 我就會只簡單的用眉粉呢上色 然後讓我的眉毛看起來有基礎的形狀就OK了 用這個斜角眼線刷簡單的把我的眉毛的毛流帶出來就可以了 其實只是簡單的用斜角刷要帶出你的眉型 就會跟你左邊沒有眉毛的眉毛看起來差非常非常的多喔 再來畫眉毛以後最重要的就是眼睛了 眼睛呢這邊我已經微微畫了一個我覺得就是非常非常平淡 但是又很有神的眼妝 沾取一個亮粉色呢沾在你的眼皮上 但是你的範圍不要打得太高 平常你可能可以打高過眼折或什麼之類 但是今天呢就是我們淡淡的就好 接下來呢拿出刷子呢沾取一點點亮粉色呢 稍微打亮一下我的臥蠶用壓的方式 先用輕壓的方式然後打亮的臥蠶 讓你整個把眼睛打開的感覺 就如果你去健身的時候我整個人都還沒有醒來的話呢 就先把眼睛打開 然後再來呢換另外一個眼影刷呢 沾取剛剛眉粉的顏色 然後在你的眼尾的後三分之一處呢 用小小畫圓的方式呢把顏色帶上去 讓它跟亮粉有結合就是暈染的感覺 創造一種自然的漸層的感覺 然後你的範圍一樣不用太大小小的就可以 因為畢竟我們今天要打造的是看起來像是很毫不費力的簡單妝容 然後再來呢一樣再沾一點點粉 在你的下眼尾三分之一處也微微的把它帶開來 讓你的眼睛有自然的放大效果而且有拉長的感覺 那因為你是要去健身房所以你一定會流汗 然後一定會出油嘛 所以你記得選的睫毛膏就是要可以撐住你的捲竅以外呢 然後要夠長夠自然款的睫毛膏 好刷上簡單的睫毛膏之後 基本上你整個眼睛已經打開了對不對 接下來呢我再拿出這個斜角眼線刷 就我們剛剛不是拿來畫了眉毛嗎 我現在呢再沾一個就是你可以自己選一個霧面咖啡色的眼影啊 把它拿來當微微的眼線 沾了之後把魚粉敲開之後呢 從你的眼尾睫毛根部這邊微微的拉出一個真的是 極靜看不出來的眼線 但是又可以幫你把你的眼睛拉長 好眼睛畫完之後呢接下來就是臉了 那就是其實如果啦你就是真的是已經 既然我今天打著我就是要畫一個就是非常簡單 但是看起來是有一點點小心機的妝的話呢 那我就是會修容跟腮紅都一併的弄好 但是呢我就不會用粉狀 因為粉狀就是如果你就是流汗或出油的話 你很怕它可能會就是狗在一起 就是偷襲裡有什麼就會不好看 所以呢我就會選擇用膏狀的產品 我現在先打右邊給你們看一下效果 好我先把膏狀的上在我的臉上之後呢 我用剛剛的粉底刷翻另外一面 用另外一面呢去打出我的修容 把這個修容慢慢的拉進來 就是一點點就好 然後修出我的下巴線條 然後甚至呢這邊像我這邊髮線有點越來越掉 然後我就可以稍微用這個稍微上一下 好這邊修完了現在轉正面 有沒有差 是不是就是這邊這一塊肉整個被削掉了 在這邊整個被削掉了對不對 那最後一個步驟呢就是腮紅 那腮紅的部分呢 我就是直接用手點 點一點點紅色以後在你的手背上把它拆開來 不要讓它太明顯之後呢 沾在你的顴骨上方 因為你今天只是要讓你的臉看起來有一點點氣色 所以也你知道 不要too much 我們不要就是太貪心 就沾一點點就好 追求一個小氣色就可以了 好腮紅一打完以後最後一個步驟就是 不要讓你的嘴唇整個看起來非常的均裂 很多很多女生會整個全妝 但是嘴唇看起來均裂到也不行 像烏龜一樣真的是不行 不肯齁 我們呢就是拿一個就是潤色護唇膏 上在嘴唇上 完成了 好接下來我就稍微簡短跟大家說一下就是 我這次試用這個絕對完美旅行組 我自己最大的感想是什麼 其實我一開始就是瘦到這個包包的時候 就是我覺得這個包包質感真的比我想像中好很多 所以它是些微的有一點厚度的 所以它是讓你覺得你帶出門你的彩妝 是稍微有一點保護在的 就是你就算不是妝刷子 你裡面要放一些底妝東西也是非常的OK 然後我非常非常喜歡的是它有這個扣環 那這個扣環呢其實是可以扣住就是放底妝的這個東西 那當你扣住的時候你底妝刷就比較不會爛爛鬆 你知道有一些爛爛鬆會讓你的底妝刷衝來衝去 然後就是可能就是毛又掉了 然後毛又歪了什麼什麼之類的這樣 然後最喜歡的是它裡面還有附了這個 就是你絕對完美旅行組裡面有兩支底妝刷跟三支眼影刷嘛 那你當你全部放在一起的時候 你立在平面的時候其實要拿也是很方便 但是它比較方便的是它有這個扣環 它可以讓你扣在一起變成一個三角形之後 你可以立在桌上 哇啦這個時候你拿刷具的時候有多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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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方便 然後其實像你們看我剛剛那個小影片應該就可以發現說 雖然它只是一個非常簡單的那種短餅的旅行組 可是基本上它就是你的妝前乳也可以用這個上 你的底妝也可以用這個上 你腮紅也可以用這個上 你的蜜粉也可以用這個上 然後你的眉毛你的眼睛 然後你的打亮什麼之類的全部都可以用這一組完成 新手入門非常非常好的一個選擇 然後便利性是非常的大 因為很多人都會說 哈我第一次買刷具我真的不知道要買什麼 當你其實不知道怎麼單支單支去選擇的時候 這種就是像這種絕對完美旅行組 它就是一個非常便利的東西 因為它就是一次幫你想到全部就是你基本上 你買了這組之後 你大概的所有東西都可以抓住 就像這一支其實它是斜角眼線刷 但是我也可以拿來上眉毛 那如果你要拿來上其他的眼影什麼 why not 就是其實我覺得刷子它沒有任何的界限 就是彩妝它就是 你想要怎麼玩就怎麼玩 那基本上他們是給你一個簡單的初步的概念 那你買來之後你想要怎麼用 你覺得這個最適合你 那當然也是ok這樣 這是我這次玩了他們這五支以來最大的感想 然後還有就是我只能說 身為03E這種刷具融合 他們真的不是在開玩笑 他們的刷具真的是超級無敵的舒服以外 完全的不刺你的肌膚 真的是完全Holy Mama的完全不刺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想要下手 你想要投資一個刷具 你今天是一個不常買刷具 可是你希望你買了就可以用個三年五年這種 我覺得03E是一個超級無敵好的選擇 我當然以前有介紹過別的刷具牌子 可是這次用的這個我真的是 非常的合得合能 覺得我居然可以試用到這麼好的就是刷具 我真的超級無敵的開心的 所以今天呢就超級無敵開心 感謝03E就是有邀請我來試用這個絕對完美旅行組 然後還有這個小小的就是簡單的彩妝教學 那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呢 都可以去03E的官網或Facebook看 觀看他們的最新消息 然後呢如果有喜歡我的話 可以去Instagram或Facebook 翻為Fallpart找我玩 我們明天見囉 掰掰